想證明的是有能力 我们就可以创造希望 然后我们可以改变一切 出席考试院与基隆市合作办理的 预备文官团训练 基隆市长刘昌畅谈诚实治理经验 如何让过去三高的基隆 从原来的丑小压彻底蜕变 我刚上任的时候 基隆市失业率最高 离婚率最高 自杀率最高 全国 最不快乐最不幸福 负债率全国第三高 负债124亿多 负债比例47.36 但只有经过六年的时间 我们的税收一样没有增加 但我把负债从124亿 昨天最新的数字 只剩下不到68亿 强调除了决心 也要提前做好准备 台下21位预备文官团学员 日前结束到基隆市政府 六天的实务研席 节俊前分享心得 对未来目标更坚定 都发出的公务员们 我们就跟着他们一起去开会 一起去线刊等等 然后我就感受到他们 做公务员的那种态度 就已经不是以往 社会观感那样子的 的认知 他们是很认真 他们是很 对他们的工作是很有热忱 对基隆是很有规划的 所以我参与完这次活动之后 对我之后的 想要考试的动机 有更加明确这样 可能就有想要考公务人员 但是可能因着 外界的一些看法 或者一些 现在一般人觉得 就是一个照旧玩物的工作 但自从自营路到 都发出这基隆市政府 现在的基隆市政府以来 我觉得更坚定这样的想法 藉由大家的一个力量 其实有优秀的人才 投入到政府的机关里面 这个是国家之福 那所有学员其实都非常认真 然后而且也非常的努力 都很优秀 那希望他们未来能够 这个比如说参加国家的考试 或者是在这个各行各业的服务 我想都可以为整个国家社会 来做出贡献 考试院首次举办 预备文官团活动 与基隆市政府合作 招募来自 12所大学 不同系所团员 举办研习 食物研习 专题竞赛等 鼓励年轻人发挥创意 解决地方问题 报考投入公职 记者黄少民 基隆报道